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乌仁 俄文客族 从小在草原上长大的 搞正业以后呢 回到如瓶厂工作 那时候我也很努力 那九五年的时候也把我推荐 继续去劳动模范 我特别高兴 我知道国家会看到我每个人的努力 九十年代末 我们的草原上也很多人开始创业 我也想试一试 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手工艺人 我要是发动起来的话 我们大家还有一份收入 也尝尝我们的民族文化 那多好啊 2001年开始 在当地福联和文化部的职制下 我创立了太阳姑娘的品牌 太阳姑娘是我们俄文客民间故事 代表我们对温暖和光明的向往 大家也特别愿意去做 我也特别有信心 这些年 国家给我们的政策也特别好 复制力度也大 我们俄文客企呢 创立了创业园 给我们提供这么大的房子 楼上楼下 还有三年的免租金 给我们做宣传片 创造机会带我们出去开阔眼界 展示自己 现在我们的太阳姑娘工作室 已经是自助区非议项目了 我们也已经培训了一千多个人 都是普通的牧民和下官职工 政府的大力之下 大家齐心协力 发展得越来越好 我女儿大学毕业以后 在我这帮忙 就是电商和微商就结合起来的 也是通过这种新的方法 我们的民族文化也是走出草原 这些年 太阳姑娘正从草原走向世界 我也见证了家乡的巨大的变化 我一直在潮流着奔着走的那个感觉 我特别高兴 国家发展得好 繁荣安定 给咱们老百姓提供了施展能力的舞台 每个人都在美好的生活奋斗着 美好生活 美好时代